要用船武囉!兄弟們! 感覺就超難用 不過這部...就是牌子所以帶的這麼小 一部分就是因為有船武啦 不過有船武真的... 其實有點增加難度 又是OTK勝欸! 好! 你看起來有點硬 前來報到 加入我吧 好!所以現在還不能打船武因為我們手牌太多了 要先把牌給甩完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牌 輿論上應該還蠻好甩才對 這是一個需要四個無視的節奏 兩張 這大家還是要打 哇!沈默! OK OK 我不想要潛逼出... 鏡像 因為他這樣奉獻太專 我們理論上應該需要湊滿四個無視 所以這應該要拿來再解一個無視 好啦!沈默!沈默吧!沈默! 沈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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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我怎麼感覺敲臉就要把他敲死了 傳武是很難用的一張牌啊 可是好用的時候他會很好用 OK 依然奮戰 我三張就好了我不想要更多張 我可以點這一隻然後再多拿一張 我上回有打出元素喔 有 那隻就先打掉啊 因為下一輪他會變貴 OK 任務要做完了 所以我先扣這張 他現在繳奉獻了 不太需要武器 有可能會空 抽牌有可能會空空掉啊 過日即將來臨 所以六張嗎 謝瓦拉 我應該可以打百分之百啊 如果打傳武的話會抽四張牌 所以我們要甩到剩六張牌 沒什麼問題嗎 這樣就甩到六張牌 然後這樣下一輪基本上就應該一定要衝 這樣應該一定會百分之百 這樣也會疲勞到 可是這樣會百分之百 所以這樣應該是比較好打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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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百分之百 哇他人還蠻好了 這邊要記得不要打抽牌 因為還會有這個抽牌效果 再抽一張疲勞 我們有五個 我們怎麼有那麼多隻 OK 讚讚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武器的另外一個用法 就是後面剩幾張的時候你可以防止一些很擊敗的狀況 就譬如說你的安東尼在最後一張之類的 可能是 我們其實如果早點上那個寒冰護疾 好像就應該頂得過去 我先找到了 香蕉絕對是讓床武更難用啦 可是這就是我想要練習 我覺得傳武配任務法是趨勢吧 因為這樣才是抽最快啊 然後剩下的問題只是你 牌到底要怎麼甩啊 我已經找到了 加入命吧 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 中温点 现在购组里面有可能会有星云,因为基础是很猖獗,所以带星云是 蛮正确的选择,因为德鲁伊需要更多AOE 带血把跟星云都还算蛮正常的 哇竟然过了,好爽喔 这任务不就解完了吗? 不过我们应该会需要四个武士 我们需要最后一张荣获镜箱 不过这压力比较小啊,这压力 跟之前比算小很多 现在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德鲁伊而已 哇,满排耶 过日即将来临 他会宝牌吗? 他会宝牌 这样就不会宝牌了 他是国王喔 抽这么琴只有可能是国王,或是腐化之血吧 你的魔法,无法整理 我有钱会跟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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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会不会 有钱会跟你一样 要是如果你一样 我可以安心 他手上有錢幣啊 我覺得早點反應應該也比較好 哇我連抽兩人 啊有確定了嗎 啊有確定了嗎 嗯 嗯 放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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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可能會有++ 千零零地零零讓我過 oh my god 看起來是過了 蛤? 因為沒差,因為這樣他也會氣掉 他感覺好賺喔 哇靠,竟然是打臉 哈哈 如果說他,可是他這裡應該一定要弱勢吧? 因為我其實打這個,這個可能就會直接贏了 對啊,這裡應該要衝了 吧 好 我和你确定的话 我有钱会跟你啊 但是你的世界还是会毁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